中国人文化的颜色 《厄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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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委会已经采判了 采取了 我们是胜利的 那当然今天 来到我们永华公司的大门口 這個是不得不的一種需求 也就是要告訴我們永華公司 所有的管理階層 等於是我們目前算我們本勞也好 因為現在我們沒有外勞 所以我們叫本勞 本勞的管理階層 應該要了解你自己管理的裡面 你要即時來向公司的交情 或者是我們的社長 做法令上的解釋 你不要再一直來誤導 我們政府的法令 這個是相當重要 立刻布置 立刻布置 違法解鋪 違法解鋪 我們這次的話 這是爭取我們工會幹部应有的 權利與勞動的尊嚴 就是爲了這個跨國企業它的不守法 成立了快五十年的工廠 而且本人在此也認知了超過 前後超過三十年 基本上以前我們永華的福利 甚至年終獎金都領過六個月以上 而且連續三年 那現階段呢 營業額比以前還多 但是年終獎金卻連一半都不到 那我們當然工會是提起合理的懷疑 要求公司來做個說明 我們要求永華的副董事長 日籍的副董事長 請他 吊銷他的工作證 因為他來到台灣 他有工作證 他來到台灣 賺了更多的錢 可是該遵守台灣法令的時候 竟然悍然拒絕遵守法令 永華的副董事長堅持 雖然我們要等社長來 但是據我所了解 社長可能不見了 因為他知道我們這邊有一群 為了台灣工會幹部的工作權 而且工作尊嚴 來在這邊要跟他陳情 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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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話 如果說你要怎樣 我們只要一句話還要副董事長 我們不知不知不知 我知道 我們今天要來負責的啦 你能決定什麼東西 不能決定就不要講嘛 不要把你推出來當炮灰 你推出來應該說要講什麼 你又不能決定的人 你要來負責講什麼 我們就是要講負責 負責 他已經接到我們的陳情書了 那就是今天 資方出來我們就是很明確的告訴他 商民郎有要錢嗎 沒有 有要什麼春夏六十五歲 然後拍拍屁股走人嗎 有要五百萬嗎 沒有 有要借著不回去來抬高價錢嗎 沒有 今天只有一件事情負責而已對不對 對 好我們從頭到尾要的就是負責 我們台灣的公寓不會是哪天走人的公寓 我們台灣的公寓是要把組織建立起來的公寓